用三只眼睛看世界 用第三只眼睛看美国 大家好 这里是波温看世界 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 6月6日 也是苹果公司 WWDC2022新品发布会 这场一年一度的新品发布会 从美国东部时间 13点钟 也就是美国西部时间 上午的9点钟就开始了 我呢 作为一个长期的国粉 这个关键的时刻 肯定是不会缺席的 当然了 也希望与全球的华人朋友们一起 来分享苹果产品 给我们带来的享受和价值 其实啊 对于苹果产品的兴趣 也许呢 我与别的人不同 并不是单纯的欣赏 苹果的产品和功能 以及它的炫酷 我对苹果啊 真正感兴趣的 应该是IOS和它的生长 以及呢 IOS和乔布斯所联想到的 禅和智慧 所以今天的视频 我想结合一下 IOS的生长 谈一下苹果的产意 给苹果产品所带来的价值 以及我与IOS共生长 所获得的智慧启笛 进行大家欣赏 并关注 在谈苹果产之前 让我们呢 还是先看看 今天的苹果发布会上 所发布的 IOS16 又有哪些新的亮点 以及新的产品功能的更新 总体来看啊 就是一句话 亮点不算大 更新呢 还很多 比如 它重新设置了锁屏功能 新的系统 拥有全新的字体 背景 时钟 日期颜色 以及小部件 其中的小部件呢 看起来非常像Apple Watch 另外就是将苹果的焦点功能 也扩展到锁屏上 致使绑定照片和小部件 另外就是在信息编辑方面 增加了用户 可以在IOS中 编辑已发送的消息 撤销发送 并将任何消息 标注为未读状态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 IOS16文字提取功能 能现在还支持 提取视频中的内容 视频暂停的时候呢 用户可以提取画面中的 文字内容 还有一个功能啊 我看来也比较喜欢 就是你可以触摸 并长按图像 从背景中 选取图像的主题 并将之贴粘到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 尤其令人开心的是 苹果地图将覆盖 11个新市场区域 尤其是它的3D仕途中 新增加了 拉斯维加斯 迈阿密 这些新的旅游景点 你甚至可以在 Mac计算机上 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然后呢 把它发送到 自己的iPhone手机上 当然了 iOS16 也彻底断结了 与iPhone7以下的 手机的 之间联系 难免会让持有低配置 手机的人 有一些小小的失望 当然了 此次iOS16的发布 也有很多新的功能 我在这里呢 就不做一一介绍了 今天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主题 来谈一谈 iOS的生长 记得从2007年1月的 第一个苹果手机诞生起 iOS就如同一个人的灵魂 驻扎在苹果手机之中 到2022年 苹果的iOS 已经16岁了 16年 16个iOS 从开始的不知 到如今的深知 iOS16 已经长大成人 正是由于iOS的不断生长 我们才认识了Apple 熟知了O2O 了解了微信 懂得了滴滴 明白了人工智能 开启了虚拟现实 正是iOS 开创了万物互联的 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让互联网 走上了移动互联网之路 让互联网 迈向了一个新的真诚 也正是iOS 让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禅 什么是灵魂 什么是智慧 每当此时 我们不禁要问 iOS的路 究竟还有多长 下一个16年 iOS究竟会长成什么样 16年以后的iOS 还会像现在一样 每年升级吗 16年以后的苹果手机 还会存在吗 如果苹果手机都不存在了 那么iOS 还会继续存在吗 16年来 我唯一害怕的 就是失去了 与iOS共生长的机会 你可以不买苹果14 但你一定要用iOS16 因为我依稀看到了 iOS生长的秘密和路径 这种生长是非线性的 是无界的 是密质的 当然了 也有人会对我发出质疑 你把iOS吹得神乎其神 那么你把安卓放在哪里呢 关于苹果 iOS与安卓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说来话长 这里必然会涉及到 乔布斯与比尔盖斯 乔布斯与安迪·罗宾 乔布斯与谷歌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清楚 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也只能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 其实 无论是iOS还是安卓 都是源于 苹果公司的原创产品 都是由乔布斯 和他的技术合作伙伴 Andy Rubin 共同创造出来的 简单讲 这个产权都属于苹果公司 不过iOS和安卓之间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就是iOS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安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巧的是 乔布斯独爱iOS这个封闭系统 所以他就把这个安卓 搁置起来了 不过后来 这个Andy Rubin 就离开了苹果公司 再后来就把这个系统 迈给了谷歌公司 不过当时任谷歌公司CEO的 斯密特 为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所以乔布斯一直认为 安卓系统就是赤裸裸的 剽窃苹果技术 正是因此 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 打了很多年的官司 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这有点像中国的一句成语 寄生于核生亮 iOS与安卓之间就如同诸葛亮和周瑜 既然有我周瑜在世 那么为什么还要生一个诸葛亮啊 今天看来 iOS有iOS的特点 安卓有安卓的特长 彼此生长 相安无事 相应成灰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至于iOS是怎么来的呢 乔布斯当年又是败了何方的神仙 而获得了创造iOS的秘诀了呢 这个秘诀啊 就是来自于乔布斯 对日本禅宗的迷恋 因为乔布斯早年呢 曾经放弃一切到印度 要去寻找禅的真谛 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 当然了 不为世人所理解 但是乔布斯却从中悟到 产生一个愿景 他认为啊 有朝一日 要在美国建立一个宗教世俗化的社会中 借助人们迷恋消费和物质的享受弱点 创造一家公司 把宗教与商业呢 联合起来 也许呢 这也是乔布斯为他创立的公司 命名为苹果的主要原因 因为苹果就是伊甸园里面的禁果 人们渴望得到它 即使不惜因此而犯下罪孽 当然了 乔布斯在旧金山 接触了日本的禅师 林牧大佐以后 对禅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理解 乔布斯对修缠的理解是 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 我独自艺人 所需要的不过是一杯茶 一盏台灯和一台音响 你知道 这就是我的全部 并深沉地说到 冥想时光塑造了我的世界观 并最终影响了苹果的产品设计 他曾明确地指出 创造的秘密就在于初学者的心态 初心正如一个新生婴儿 面对这个世界一样 永远充满好奇 求知欲和赞叹 由此可见 一个伟大的产品的诞生 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我们欣赏乔布斯苹果手机里的 iOS这个魂 我们更应该理解 乔布斯苹果手机里 iOS这个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iOS 我们才能更全面地认知 万物一体 大同社会这个基本事项 如此跨越 我们何尝不认为 iOS的魂是属于世界的 如果说苹果是一个 划时代的产品 那么iOS才是苹果的灵魂 由此而衍生并生长的iOS 正在释放出宇宙级的能量 iOS的价值和灵魂 早已超越了苹果硬件本身 它早已驻扎在 互联网链接下的 各类智能终端之中 而成为一个人格智慧的灵魂 iOS已经不仅属于苹果 而属于整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 苹果硬件 也许只是iOS的一个躯壳罢了 苹果可是 但iOS将永生 好在我们今天 正赶上了一个伟大的iOS时代 人机交互 虚拟现实 正在将人的灵魂 与iOS系统共享 人类将与iOS共生长 基于此 如果我们能够抛弃 狭隘的物质观和地狱观 从人类和宇宙的角度 去理解苹果产品 和领略iOS的魅力 或许呢 我们就不会纠结于 苹果是什么产品 是谁的产品 而会痴迷于 iOS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能让世界改变什么 最终呢 变成一个共同的理念 即与iOS共生长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播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 每一期视频的机会 再次欢迎各位订阅 转发和点赞 让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能串联起你的 每一次联想 与我共同寻找智慧的光芒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